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会担忧如潮 日本为何置若网闻 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 环球事业交叉观点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 我是JC元明 12年前 日本福岛地震 海啸引发的核事故震惊了世界 12年之后 由这起事故引发的核污染水入海事件 又让世界为之瞩目 那么就在日前 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一份评估报告 将这一话题推上了风口浪尖 国际社会的担忧和质疑有如潮涌 那么这些核污染水到底包含了哪些核素 一点都不安全 日本社会为什么还要一排了之 那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为何被认为是装点门面的背书 如果轻到 那么将对人类和海洋造成多大的危害呢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 台乌入海 日本政府为何无视反对抗疫 平易孤行 利益至上 遗憾无穷 成本考量 自私自利 泼出去的水很难收回来 因为到目前为止 国际社会还没有一个有效的约束机制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能在法理上证明台海一世有正当性吗 缺乏科学性与可信性 这份报告不能证明台海的正当性 依据不足 它只是给日本政府背书 没有正当性 日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隐患 将会对海洋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产生不可预测的巨大威胁 潘多拉的和解 恶劣的先例 一旦开了口子 那么国际社会会产生很大的连锁反应 破坏海洋环境 危害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海洋安全有着全球性特征 那么面对这种事件 国际社会有什么良方吗 共同一致 抵制盘污入海 道义 法律 政治 三拐齐下 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应对全球公害问题 至少国际社会应该形成共识 在舆论上对日本产生压力 2011年3月11日 日本东北部发生李氏9.0级地震 强烈地震引发特大海啸 淹没了福岛第一核电站场区 导致电源中断 冷却系统瘫痪 三个核反应堆相继发生堆芯融毁 为冷却反应堆 工厂向原子炉内注入海水 由此产生的核污染水至今 已积存130万吨之多 每天还在持续增加 如何处置这些核污染水 2021年4月 日本政府选择了排入大海这一方案 并表示将在2023年开始排放 7月4号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哥罗西 在日本举行记者见面会 公布其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项目的审查结论 报告认为 该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三天后的7月7号 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 向东京电力公司颁发排海设备检查合格证 这也意味着核污染水排海设施的准备工作 已全部就绪 当天 哥罗西再次召开发布会 东方卫视记者就该评估报告 向其提出质疑 局長自身は来期も続当することで ご自身の判断が正しかったと 証明するといったお考えはありますでしょうか 哥罗西还多次强调 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负责评估 排海计划的最终决定权在日本政府手中 日媒透露 日本政府计划最早8月开始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我们知道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 是一个和平安全可靠利用核能这样一个机构 那么它包括不包括批准决定核废料的排放 它在核污染评估方面 是否就有唯一的权威性呢 我想先请教一下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 刘大老师怎么看 国际原子能机构呢 在联合国的这个体系下 它是属于一个特殊的一个专门机构 主要的负责的就是原子能的一个和平利用 海洋生态呀 还有说这个食品安全呀 这些方面不是它的职权 那我看到有在国际法上 核废水对海洋排放的问题 根据的是1972年的伦敦清费公约 核污水的问题上来讲呢 它涉及到三个领域三个领域当中的这种法律 第一个呢是涉及到核安全 也就是IAE框架下制定的一些关于核能安全方面的一些公约体系 第二个体系就是刚才您提到过的 伦敦清费公约 对伦敦清费公约及其议定书 第三个体系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所以是三大体系 那么这次非常有意思的是 日本呢它用了一个建造海下隧道的一个方式 那我个人的一个观察 更多的它是在规避国际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像您刚才有提到的这个 伦敦清费公约及其他的议定书里面 它对于这种清道 它是有特殊定义 是用船把它运到海上投放 但是呢它收了一条 这个海体隧道下去的某种意义上 在老看它是在规避公约 所以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 它的适用的这个法律 更合适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比如说它有191条 194条210条 里面都有涉及到各国 对于这种海洋安全 海洋污染这方面的这种 这种防止啊 保护环境保全等等义务 包括不要引起跨界污染的损害等等 非常感谢刘丹老师 就说得非常清楚了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日本选择从 国际原子能机构 RAEA这里找了一个突破口呢 王老师您怎么看 其实自2011年 这个福岛和泄露危机发生之后啊 日本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就有非常密切的这个沟通和交流 所以某种程度上 国际原子能机构 其实可以给日本政府提供一个 这个我们所说或者说叫站台 或者说提供这种上方保健的这种功能 那日本为什么能够利用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 给它大开放编制门 跟上一任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是日本人您觉得有关吗 连老师 我觉得有关 天野一迷 这就是上一任的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嘛 那么日本在这个机构里边是有了多年经营的 在这里呢 我想提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南海仲裁案的时候 美日是积极利用了这个海洋国际法法庭 搞了一个仲裁法 我要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他们非常重视国际法的这个政治手段的作用 在外交场合国际法其实是一个政治手段 那么这次日本也是 为了给他的这个排放呢 提供一个正当性 他很明白 利用一个国际组织 来证明他这个行为是合法的 所以这个是他有预谋的一个行动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份报告书 就是排海问题评估报告 是以格罗西总干事的名义发布的 事实上这个我们看到有消息说呢 这个秘书署曾经是就这个报告呢 是征求了技术工作组的专家意见 但是呢留给专家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啊 所以最后呢就是并没有专家组达成一致的出去报告 而是以格罗西本人的名义发布的 这又是为什么呢 王老师 首先格罗西本人是亲自去到了日本 对这个评估的这个过程 他是有一个了解或者说实际参与的过程 另外呢这个格罗西本人像刚才其实连老师也已经提到过 跟上一任的这个总干事天野之谜是有非常好的这个个人关系 另外一点呢就是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评估报告 其实并没有在专业层面上 或者说在技术层面上 在他们的内部获得这样一致的这个评价 但是这样一分以总干事的名义发布的报告 它在国际法上到底有多大的这个合法性呢 对吧老师 就像我刚才说的IEA它的这个职能 主要是涉及到核运营和安全 但是呢核污水排海这件事情 它还涉及到海洋生态啊 还有说涉及到这个食物 鱼产品啊这方面 所以专门负责这些的它是有其他机构的 海洋呢它是有国际海事组织IMO 而雨夜方面的话 它又涉及的是联合下属 联合国下属的国际粮农组织FAO 其实那个报告也看了 这些方面几乎没有太多的提及 所以某总义上来讲 我的公信力是大打折扣的 刚才刘达老师也提到了 国际海事组织啊联合国粮农组织啊 那么这些组织此刻在这件事情上 他们做了什么呢 他们的态度如何 先说刚才您提到的那个 IMO国际海事组织 这个呢其实前几年 我有跟踪到 韩国的代表和日本的代表呢 他们就已经因为这个 这个洪水的事情 能不能适用公约的问题 在吵得不可开交 那么韩国的代表提出来的 也就是认为它是违反伦敦 公约及其这个议定书的 但是日本的它一方的 更多的会说你这个公约和议定书 不适用 但是观点的冲击也就说明 至少是在适用的问题上 它的合法性是值得质疑的 是指的您在海底隧道排放的这件事情 这个做法上 第二个机构 还是大家也都忽略的啊 跟众多的媒体都不是特别爆的 是WTO世界贸易组织 就因为这个辅导的这个食品的进口问题 他们韩国和日本啊 二者还曾经有过在WTO的诉讼 有这个案子的 所以也就是说实际上 国际社会是有关注 还有第三个是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 他们也曾经啊多次 多次向日本政府发放的这种咨询 这个在日本的外部省网站上看得到 所以也就是说日本的这个行为 也不是说它的这个合法性得到 所谓的合法性得到 国际社会的这种支持的 是有大量的质疑的声音在的 那至于这个排放的核污水 到底安不安全 为什么有这么多质疑和担忧呢 我想请到我们在线上的网友老师 网友老师 我注意到您最近有一个研究题目 就是日本核污水特征性核素的 海洋生态学效应及风险评价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现在呢日本政府是避重就轻 那么它可能是以这种 在核污水当中含量比较高的川水 来代表其实是含有60多种核素的 这种核污水呢 它是有片面性的 而且呢它对很多的这种 潜在的海洋生态学问题呢 选择了选择性施语 这样的一个态度 实际上呢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呢 这个放射性 就是这个核污水当中 含有的60多种核素 包括它现在只报道出来的30多种核素 对于海洋生态系统 以及人类健康 都是存在潜在危害的 那么它主要是可以通过 这个食物链的层层传递 另外呢 进入到人体或者说 生物体内的这个核素呢 可以有内照射 这样的一个特征 也就是说呢 它在身体内部 可以对这个机能呀一些 比方说甲状腺 比方说这个血液 比方说这个遗传物质的 都会产生损伤 所以像这种不可预知的 或者说我们没有确切数据 来证明的这种危害呢 日本政府是选择了选择性的施语 所以它只是通过一次调查的 这种很顺时的这种数据呢 来说明它是没有危害 实际上是不科学的 没有理论支撑 那日本据说这个核污染排放 它强调说已经经过了 这个多核素处理系统 也是LPS技术 它说这个技术是非常有效的 也非常成熟的 那么在您看来 这个系统到底多有效吗 这套系统对于核素的处理 并不是说像他们想象中的 那么理想 大约有70%的核素 实际上是没有得到 有效去除的 那么现在它的这个效率 进化效率只能这么低 就是说30%多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它这套系统的腐蚀和老化 那么它效率必定会越来越低 所以这种系统呢 这套系统在没有经过 真正的科学的验证 第三方验证之前 这套说辞应该是不成立的 日本对这个福岛核电站的这个污水的这个处理 一直是标榜着自己这套后期的这个处理系统 是非常有效的 那它到底有没有经过科学的验证 除了东京电力它自己的说法之外 其他方面的意见到底如何呢 这个片面之词很难成立 因为早在311发生之前 日本大力的发展这个核电 他们当时的一个口号是绝对安全 那么311发生之后 这个绝对安全变成了绝对的不安全 这是我们国际社会对日本质疑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现在这个东京电力公司说 他们的这个过滤系统是非常科学非常有效的 那么我想从两点来质疑 第一个是这个科学和有效性是没有人评估的 就是没有人对你的科学性进行科学的评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日本的计划是要在30年内有序排放 那么这个未来的30年谁来监督 包括您这个系统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这个其实是要面临国际社会的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发布报告的 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总盖师 他也强调说核污水排海是日本政府的国家决定 报告并非是对这一决定的推荐或者是背书 连老师怎么看格罗西的这个表态 是不是说他又想替日本人站了台 但是呢又不想自己背锅甩出了一种免责的说法 对啊 就是说这个决定是日本国家决定 就是说这个责任是日本来负 也就是说 所谓IAEA呢我们只能提供我们的意见 但是责任是你 就是决定不是我允许 也不是我允许你 也不是我批准 是你一定要搬 是你日本国家的行为 这说得很清楚了 就甩锅了 早就已经甩锅了 那日本方面呢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日本认为这个净化的所谓处理水 与核电站正常运行排出的水啊 没有什么不同的 甚至呢日本那个官方长官松野薄一 还说日本排放川的浓度标准 远远的高过中国和韩国两个国家 我想再问一下网友老师 他的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这确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这个核污水 他们排出来的这个核污水 和我们核电站 所排出来的正常的这个污水呢 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 核污水当中呢 现在是有60多种已知的 60多种62种吧 方式性核素 但是呢这个核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工厂里面排出的 一般是一些工艺废水 运输废水等等 因为它不接触它里面的这个堆心 所以呢这些污水当中 它是不含有放射性的核素的 所以这是二者最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我看到 对有网友就在说啊 这个普通的工厂排出来的 这个核废水呢 就像是我们蒸馒头的水 就是干净的水 最后水蒸汽 可是这个福岛排出的 这个核污水污染过的水呢 是饺子汤已经煮在一块了 有很多成分已经吸在里边了 对吧 是 对 60多种 所以呢这个数据呢是非常高的 而且呢其中含有一些 比川更毒 更有危害性的元素 比方说丝 比方说色 比方说布等等 那么这些呢都是被日本政府用一个川水做了一个掩盖 也就是说呢他们特别强调这个川 因为川它不容易在海洋沉浸物当中腹集 不容易在生物体内腹集 但是那些物质就是丝色雷固等等 像这种物质包括碳14 却是极易在海洋生物体内产生腹集的 所以这个是其实是最大的危害 也就是说呢他们用危害性小的川来掩盖了更毒 更有危害性的其他的核素 按照您的说法是把其中的这个桶 桶称为所谓的川水啊 其实是混淆了这个黑白 而且日方一直把经过所谓多核素处理系统 阿菲斯的这个水称为处理水 那么这样一个说法这个广涛老师 你觉得是一个媒体的话术吗 有这样一种科学上的一个根据 把它称为处理水吗 日本政府比较喜欢制造一些新的概念 当传统的概念无法掩饰它的一些这个 这个政治动机或者说政治意图的话 它会制造出一些概念 碰巧我们呢跟它这个都是汉字国家 直接理解它这个处理水 我们觉得至少从这个从概念来说 它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这个处理水 刚才我们也提到 它其实还有70%没有完全处理 这是第一点 我们从概念上来说可以质疑的 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日本政府 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用在这个舆论宣传上 这个处理水这个概念可以去规避掉 比如说污染这个概念 比如说这个包含有多种 这个核素的这种水 其实日本政府现在也都不太使用 这个穿水等类似的跟这个核素相关的概念 直接就是处理水 处理水 处理水 排放所谓的处理水 我想这个可能跟日本政府 在舆论的这个造势和宣传 大概是我想是一个一体的 已经洗脑比较成功了 对的 随着日本排污入海计划的不断临近 日本渔业团体的反对声浪愈加强烈 福岛等多县渔业协会及相关民间团体透露 将向东京电力公司和经济产业省 提交反对排海计划的约3.3万份签名 加上此前已提交的签名 共计约25.4万人份 东方卫视记者也赶赴福岛 追踪了解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发布后 当地民众的反应 这里是福岛县南乡马市小高区 这里距离福岛地核电站有20公里的距离 12年前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之后 这片区域被列入了避难区 当时这里有14000人生活 现在只有3000人回来继续他们的生活 现在为了让人们了解福岛核电站 当年发生事故的真相 日本当地的民众 他们正在筹建一个传承馆 叫做我们的传承馆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也在国际社会 尤其是日本邻国 引发巨大舆论争议 7月9号 韩国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代表 会见了到访韩国的格罗西 共同民主党当面谴责了 其出具的评估报告 称该机构从头开始 就没有遵循中立和客观原则 验证工作明显偏向日本 哥罗西到访韩国的第二天 首尔市中心的光化门 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 都聚集了大批抗议人群 人们手持鲸鱼模样的蓝色气球 举着反对排放核污染水的标语 对日本执意排海表示愤怒 并质疑国际原子能机构 评估报告的可信性 我看到有一个数据统计 在这个UPS小组委员会 他们在2019年的报告说 排海的成本大概是34亿日元 差不多人民币1.7亿 然后如果用蒸汽的方式来释放 是349亿日元 那就贵了10倍 那如果电解处理 或者固化埋入地底 都是数千亿日元 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说 他们选择了最便宜的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危害 交给他的邻国 全部排完大概需要30年的 这个整个过程 那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有多少范围的这个海洋 会受到这个河岛的 河污水的影响 德国的一个研究所 就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预测 也就是说它排海 57到59天之内 应该是能够覆盖到 太平洋的大部分 是吧 那么在这里面 所有的生物 实际上都会受到潜在的威胁 那么有一些生物可能变化会快一些 比方说它这个世代中期短的 一些浮游动物浮游植物 但是对一些哺乳动物来说 那么它处于这个食物链的一个高端 那么它可能会有一个逐渐的累积的过程 所以短时间内看不出来 长时间内 那么它会发生一个渐变 另外呢 可以通过这种食物链呢 最终能影响到人体的健康 比方说通过使用鱼 使用被类等等 那么这些呢 都会影响到人体健康 这其实也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现在反应比较大的 一个是周边的国家 还有太平洋的岛国 甚至连日本本土的这个渔民啊 他们也非常的担心 是这样吗 是的 这个对于日本渔民来说呢 311地震之后 河西路造成了福岛周围几个县的这个渔产 这个鱼类产品出口受到很大影响 那么如果排放的话 那么这个影响就进一步加深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我觉得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非常矛盾的事情 就是日本政府细事单单的讲 这个水是安全的 是可以饮用的 现在有些政治家也去喝 好像韩国有些议员也去挺政府 也去喝了 现在问题 我说的矛盾就在于 既然能喝的东西 为什么要挖一公里的隧道 要排到海里去 他们我不知道 他一直没意识到 他这个说法的矛盾 所以这个不但我们这些外行 听不懂 日本的渔民也听不懂 所以现在日本政府的一个 重要任务就是要说服日本的渔民 特别是说服日本渔民 这个很让人不可思议 日本政府在过去的这些年里 对于日本国内的这些反对声量 特别是来自这个渔民的这些反对 他做了些什么 日本国内其实各大媒体所做的这个舆论调查 仍然有40%左右的民众是反对日本政府的这个决定的 刚才连老师也提到这个渔民 渔民其实是所谓风平被害的一个最大的受害者 此外呢 这个我们一直提这个海洋污染的可能性 那么日本国内也有相当多的环境保护团体 对日本政府的这一决定是持反对或者说批评的态度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曾经是也是唯一一个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国家 那么这个核问题在日本国内具有相当的敏感性 所以日本国内的这个反对核利用的团体 或者说和平主义的团体 也是日本国内非常大的这个反对日本排污入海的社会力量 但即便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声浪 日本政府还是要一意孤行 看来这是像海里排污已经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了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刘丹老师 这个国际上正义的声音啊 他们在说些什么 这些国家的民众 他们手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武器啊 或者国际法的这个工具 能够对日本政府和排污造成的危害 提起比如说有效的这个反抗或者是诉讼 有这种可能性吗 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可能相对来说是道义的 还是比较重要 除了有舆论 舆论方面的一个 尤其是国际舆论 比如说学者发声 尤其是在这个我们讲的这种西方媒体里面去发声 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道义方面 第二个呢 就是利用一些论坛的形式 比如就有南非的一些学者啊 专家也提议像金砖国家的领导人会议啊等等 这些形式这些方面去发声 发出正义的声音 法律方面的话呢 利用海洋法公约下面的这些附件去仲裁 那么用仲裁的这种方式呢 这个过去尤其是涉及到海洋环保啊 还有事物资源啊 这方面的案例也是有的 也是有这样的这种先例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政治的手段 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刚才您提到的很多 太平洋岛国呀 还有说这个受影响的包括菲律宾啊 南亚的这些国家 其实应该应该联合起来 联合这些声音 然后包括利用联合国的一些机制 包括人选理事会 还有说这个大会啊领会 当然这个可能是后续的一些动作了 以上就是这个三个途径 我觉得可以 道义 法律 政治的手段都可以用好 那我想再问一下网友老师啊 不知道这个咱们的这个科学共同体啊 对于日本的这个坚持 日本政府坚持要向太平洋排放这个核污水啊 大家有哪些反对的声音 核污水排放对于海洋生态系统 海洋生物大家都知道有影响 但是影响到什么程度 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实际上还是存在一个认知上的一个空白的 所以呢在未来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我们更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呢 能够发出科学的声音 也就是说呢来研究它到底会对生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种影响会不会具有这种传代效益 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延长 它究竟会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能有一个预测有一个推测 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做的 那当然这个研究过程可能会非常长啊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排污可能会持续三十年 说实话如果这个三十年里 一直食用这些受污染的海产品的话 会对我们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带来怎样的危害呢 就问问连老师 日本的海鲜以后还能吃吗 日本的这个旅游还安全吗 日本的国际形象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 所以我觉得至少是两个方面 对日本自己自身的打击还是蛮大的 日本人呢 这个没有一个长远的视野 极端的自私自利 然后这个短期这个考量 造成的结果可能是要反噬他自身的 那么一个方面呢 就是他的国际形象 那么在通过侵略战争啊 各个方面他都没有很好的反省 那么现在呢 又搞出这么一出来 又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 这个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一个举措 对他的形象呢 很显然这个是非常不利的 另外一个就是你提到的 这个日本的海产品 其实一直以来还是蛮有人气的 但是最近这些年来 成了日本外交的一个重要项目 就日本驻国外的各个食领馆 那么他们这个 因为我参加了多少次 他们凡是有重大活动的时候 都要宣传他们的食品安全 就他给每个外交官规定的任务 就是只要有机会 就要宣传日本的食品安全 就说他们是安全的 我觉得这个是日本政府自己做的事 自作自受吧 这个现在这一次 如果这个下个月八月份 如果开始排放的话 那么这些负面的影响 这个对日本来说要想消除呢 其实是很困难的 对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民众的这个反对声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福岛这个当地 在7月7号就有多个市民团体宣布 已经有25.4万人签名反对和污染水排海 日本政府对于这些反对声能置若罔闻吗 八月一旦开始排放之后 会对岸田内阁的这个执政 带来怎样的影响和冲击呢 王老师您怎么看 岸田内阁的这个执政稳定性 最近在一两年 一直是受到日本国内的质疑的 那么最近这一段时期 碰巧他的执政支持率又有所下降 那么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间节点 日本开启这个排污入海的进程 那么从他的这个执政的视角来看 首先是不利的 这是其一 其二呢 就是日本国内的反对党 包括地方自治体 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东北三线 或者说东北六线也好 这个是受到辅导和泄露 直接影响的地区 那么他们的民众 特别是跟这个排污入海 直接相关的这些渔业团体 其实是长期支持日本自民党的后援会 或者说后援团体 那么我想如果说这个排污入海 排污入海的它的这个负面效应 持续的产生 可能对日本政治 特别是日本自民党执政的这个稳定性 我想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这个短期来看肯定存在 我听一听连德贵老师的看法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问题 它对于岸田政府的这个执政 会带来怎样的冲击 日本几年前就决定是2023年的夏季 要排放这个计划 到现在也没有变化 这个IAEA又给他背了书 西方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官方的态度呢 也是支持的 至少呢是不反对的 西方媒体基本上也是集体失声的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就造成了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因为这个核废水的这个排放 导致了中日关系 发生了这个有新的矛盾 所以这个它是一个排放的问题 但同时又成了一个国际政治的问题 然后现在就成了 只有中国站在道义的立场上 来为人类的生存 为这个事情来发生 而其他国家不发生 这导致日本媒体呢 也在开始反华 指出只有中国呢 就跟日本过不去 所以导致中日关系呢 受到了影响 但这种说法是否客观啊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其实韩国学者也在批评 日本的这个倾倒核废水 认为这是对太平洋的恐怖袭击 那么在这个IEA报告发布之后呢 韩国的民众是持续抗议 这个格罗西据说 当时想要离开首尔的时候 都被在机场堵了一晚上 老百姓特别不满意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看到这个韩国政府啊 却给他开了很大的绿灯 以至于韩国的反对党 就批评影熙悦说 韩日政府是核污水同盟 历史不会原谅他们 好那我也请这个 王老师来说一说 这个影熙悦政府 他这一波操作的背后 他打的是什么样的政治算盘呢 核污水排放 本来是一个这个科学的问题 那么现在日本国内 其实确实是有意 把它炒作成为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最近韩国和日本的关系 其实有了很大程度上的缓和 那么背后的起关键作用呢 就是尹熙悦本人作为这个日本的周边邻国 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洋国家 他忽视韩国国内的这种反对声音 一味地去给日本政府站台 他其实是为韩国政治 国内政治所服务的为韩日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缓和 而起到加分项的一个决定 我们看到国际社会之所以广泛关注和反对 日本排海入屋的决定呢 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这个行为 忽视了核污染水的处理的安全性和科学性 没有承担起维护海洋安全的应尽的责任 那对全球的海洋生态环境和人类的健康都造成了普遍的危害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 海洋问题有着鲜明的全球化的特征 那么在未来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各国应该如何遵守规范 建立起海洋安全的新秩序呢 先从这个刘丹老师这里开始 从您的角度国际法的角度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个人的一个判断 由于核污染水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糟糕的先例 如果开启的话 它就很有可能像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 我们国际社会有必要对既有的规范 进行相应的改革 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 针对这一类牌 还是建立一个特殊的公约 作为相应的回应 非常好 谢谢 王老师 我觉得日本政府还是慎言科学 或者说安全 因为在涉及核问题的领域 没有绝对的安全 也没有绝对的科学 只有在不断的这个验证 或者说在国际合作的框架下 才有可能去规避 未来核废水 核污水入海 给国际社会带来的 这个国际公害问题 谢谢 王勇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日本台湖入海是一个国际事件 所以它对海洋生态系统 以及人类健康所产生的危害 潜在威胁性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应该以科学性 来证明这些事情 究竟它的后续性 应该是怎么样发展的 用更科学 更可信的方法 来证明这一点 谢谢王勇老师 最后听听连德桂老师的意见 我觉得各个国家都应该 这个重视海洋 应该树立一种 真正的这个海洋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要有一个国际责任感 比如这个核废水的问题 在条件不成熟 在科研方面还没有达到 完全能够处理掉 这些方式性物质之前 不要着急把它排出去 这是一种危害海洋环境 危害人类安全 包括日本自身在内的 这么一种行为 其实那些储存罐 还可以继续把它储存一段时间 等到科研方面发达了 能够处理的时候 再进行排放 不要像现在这样 给人的印象就是 就是在欺骗 一边说绝对安全 一边还有排放 所以这个是 不能赢得古今社会的信任的 我们看到日本政府 一意孤行 极度自私 冒天下之大不为 持续推进浮导 第一核电站核污水 入海的行动 它无疑相会 对全球的海洋生态 和人类健康 造成巨大的危害 那么把本来 由日本承担的这个风险 转嫁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头上 就像有日本国民所说的那样 这是犯罪 是对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犯罪 好 感谢所有嘉宾 也感谢电影机前朋友们的收看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